一阵发生 透过监视器画面 超商内 激烈窑洞 货品掉落 产品下的居民 从睡梦中进行 并跑出户外 在一阵不断发生下 不敢再进屋入睡 很可怕 很可怕 很危险 二十三号凌晨1点06分开始 花蓮台东接连发生超过44个地震 造成多部房屋结果损坏 同时台11线公路 发生多处落实 台30线一场公路路面 净烈的状况 南部部落100多户停电 由一名八十多岁的长者 遭掉落的窗户砸伤 你们没有电哦 遥落地震来袭后呢 公所这边 我们就成立了二级开设的应变中心 那了解各个村社区部落 爆来的灾情 那还好 目前除了我们长平街上 有一位民众是 又被这个玻璃砸伤的一个状况 长平江居民表示 这次地震是有史以来最大 让大家都惊鸿未定 所幸便会造成伤亡 跟重大灾情 原始新闻法务的台东厂 边采访报道